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有时如是 那这里面就是要讲世俗地跟圣义地 就是讲二地 了解吗 所以 希望你能够欢喜的话 每一天都来听 因为我不会重复 除非以后你们听录影 看DVD 所以一朵花 对不对 你为什么很喜欢它 因为你觉得它外面漂亮 的确它的花很漂亮 对不对 你还要花钱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是 假如你拿花 那要看你的动机 一般人拿花买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Happy Birthday 爸爸妈妈生日快乐 这很好 你很有福报 孝顺的儿子跟女儿 接下来看到一个帅哥美女 你就想去看看她 我送你一朵花 不好意思 这样送给她 你想跟她接善语 当你动什么念机 我是不知道 你动什么动机 我是不知道 可是你想跟她接善语 那学校里面呢 教师节 你也买一朵花送给老师 感恩老师教育你 可是假如初一 十五或佛不善圣诞 你买花很虔诚的来供佛 那有供佛的功德 虽然这个花是假的 是空性的 是无常的 是世俗地的 可是透过你的前程供养 以及你的发愿与回向 所以这朵花呢 就做了 圣诚意地的功德 就看我后面 西方三圣都站在大宝莲花上 这个就叫圣意地的功德 了解吗 所以 希望大家你要了解 佛的境界广大无边 它是有世俗地跟圣意地的 所以会有一天呢 我会专门讲这个二地的内容 了解以后你才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放不破 放不下 看不破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把它当真的 我们永远希望它真的 希望永远的政府组属属于你的 希望老板永远不会裁你 你希望永远有工作 答案上 事实是不可能的 上面会有空降部队来工作 然后呢 也有别的国家来受训 也有新的同事进来 所以你不认真 最后你就kick it out 被裁员了 最后你就很难过 哎呀 佛菩萨 我这么虔诚啊 在佛教青年红法团 我做了二十年义工 结果最后你都没有保佑我 为什么 因为我没工作了 答案是 不是佛菩萨没有保佑你 佛师菩萨没有保佑你的话 你早就可能更糟糕了 可是在这个当中 你要想你学到了什么 你学到了一切是苦 空 无常 无我 会变的 好 接下来 再看第十页 二 四个根本条件 四个根本条件出自于 妙法莲华经法师品第十 说明了一 大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 第二个 心要很柔和 Gentle manner 第三个 要有忍辱 忍辱在英文里面是 Continuous patient 是要持续的忍辱 斩断你的欲望 第二 破除你的执着 我再讲一遍 斩断你的欲望 破除你的执着 你才能够出轮回 否则啊 你假如不了解 般若波罗蜜 很抱歉地说 不论在家出家 你坐得越多 坐得越多 越多啊 你抓得越多 你徒弟越多的时候呢 往生的时候 你越不容易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 徒弟都在吵架 徒弟都在争妙产 子孙越多的时候 你也越麻烦 房子越多的时候呢 你也很苦恼 走的时候 不知道带哪一个 珠宝走 因为珠宝箱太多盒了 戒指呢 太多个 这是翡翠的 那个是钻石的 那个是珍珠的 这个是红珊瑚的 结果一个都带不着 所以听波尔波罗蜜 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也希望在未来两三年来 新加坡弘法的时候 我会多讲一些 波尔波罗蜜的道理 因为我觉得大家呢 发菩提心行菩萨 到了六度波罗蜜 据我的观察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都不错 那偶尔啦 会有一点小错啦 对不对 就拜灿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不失 很怕喜 持戒 大家五戒十善也持得很好 忍入呢 也不错 精进 有些脸有不错 有些呢 三天带网 一天 三天赛网 三天打云 一天赛网 这个我也知道 那只能劝呢 可是呢 下一步 你要精进的是指 修禅修 老菩萨也要修禅修 你禅修的人 注意听 有方法的 你禅修修得好的话 你念佛的念力会更强 这个我可能会在第五天 或第六天才会讲到 按照经文的顺序 所以你念佛也要有指 你不是想念佛三昧吗 我觉得新加坡的脸有很奇怪 很喜欢念佛 但不要止观 这是很奇怪 你的见解有问题 真正念佛的人 就是要得大乘念佛三昧 甚至叫定中念佛三昧 或叫波周三昧 你不是要定中见阿弥陀佛吗 或梦中见阿弥陀佛 那先觉条件 你的心要很清静 很宁静 那个就是止观 因为心不散乱 就是止观 禅观 接下来你还要观波尔波罗蜜 好 我做一个考试 在座各位所有联友 你如果观阿弥陀佛 是观金色木头的 请举手 举呀 没关系 那你们观什么 你想阿弥陀佛 你想什么 好 观阿弥陀佛是金色的 木头的请举手 好 观阿弥陀佛是白色的 白瓷的请举手 好 那观阿弥陀佛是观画像的 请举手 画像就是佛卡画像的 那 好 谢谢 那其他没有举手的人在干嘛 打混啊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好 我再问一下 观阿弥陀佛向天空的请举手 哦 不错 好 手放下 观阿弥陀佛向彩虹的请举手 好 这非常有善根 答案后面两个是最正确的 我会留在什么叫做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简单的答案是 但是你不可以执着佛像是我前面这尊这样 哦 汉白玉呢 对不对 我告诉你 那你越修是越执着的 答案是什么呢 因为佛也是无常的 没有实体的 所以在藏传佛教里要观本尊如什么呢 彩虹一般 像天空一般 所以你观阿弥陀佛你可以观金色的 但是他身体是透明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可是很多老菩萨就不喜欢听这些 为什么 听到止观就 哎呀 睡觉吧 真正念佛你要想 我念了那么多年 当然 还有很大的功德 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无量无边 可是你要想 假如我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才见阿弥陀佛 我要现在在做梦当中 或在禅定当中就见到阿弥陀佛的话 那你就要学般若波罗蜜 就是这里讲诸法是元起信空的 所以观阿弥陀佛 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 应该是观彩虹一般 是透明的 没有实体的 或是观像镜子一样的 那个透明的感觉 因为你往生的时候 请问莲花化身身心分离的时候 你是神是往生极乐世界 你的身体是没有去极乐世界阿 对不对 莲花化身院 对不对 好 这个要去想一想 所以波尔波罗蜜是很重要的 所以请看祭宋 在第十页的第九行 若人说此经应入如来事 着雨如来依而作如来作 处众无所谓 广为分别说 大慈悲为是 柔和忍住依 诸法空为作 处此而说法 这个祭宋 我在前两三次的法华经讲座 讲完了 我不要重复 我只是告诉你 这首祭宋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虽然你每天念浦门品 可是这个祭宋里不再浦门品 它在法师品第十 简单讲它要四个条件 第一个大悲心 第二个要柔和 第三要忍入 在娑婆世界修行 忍入是很难的 第四个要知道 一切法都是缘起信空的 所以这个是四个根本条件 好 那至于我们这是第二品 方便品呢 它引的祭宋在第十页 第十五行 每一页的最上面标题也有写 待会会讲 好 请看幻灯片 所以你要修柔和忍入依 这是台湾高雄子竹林金色的 常步清菩萨 我确定新加坡没有人雕过 常步清菩萨 你看 第一个它是比丘身 第二个它是菩提心 所以叫做菩萨 常步清菩萨 看到任何人打他 骂他 他都为他鼎领 人家骂他呢 你是头甲派去的 然后赶他走 他离得很远的地方 又跟他鼎领 说我不敢轻视你 因为你有佛性 将来你也会成佛 然后人家再打他 骂他 他还是深深逝逝 理尽诸佛 所以永远不会轻视一切众生 这叫常步清菩萨 所以你要读法华经 你读普门品 就要从这里学啊 人家说 骂你一句讲你一句 你可能呢 跟他吵架吵三天了 那你所有的功德都烧光了嘛 所以你应该学 常步清菩萨 永远不轻视一切的众生 众生你是你家里的孙子 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他还没学佛 可是他也有佛性 你也不可以轻视他 对不对 因为来生一成佛的时候 谁先修行先成佛 不知道的 像释迦牟尼佛跟米勒菩萨 生生世世呢 做师兄弟 讲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 生生世世都很精进 都很精进 那米勒菩萨呢 是很有福报 脸圆圆的 他比较懒 他每一次打坐的时候就说 师兄你帮我打啊 待会要回相给我 他就跑去睡觉了 睡饱了以后呢 他师兄呢 释迦牟尼佛继续打坐 然后他就出去 他说我出去度众生啦 跟人家结善缘 然后他很喜欢 因为他很有福报嘛 长得圆圆的 然后呢 常常去这个功德主家 或文武百官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然后每一次都送一家 妙法莲华经 送啊你们念哦 你们念哦 要回相给我 他自己都不念的 这是真的 米勒菩萨就是这么修的 不过我不是叫你学米勒菩萨 叫你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因地常不清菩萨 所以听好 在大智度论里面说 在定光古佛坐下 释迦牟尼佛跟米勒菩萨 两个是师兄弟 照福报说哈 米勒菩萨比较大 他是可能会先存佛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 他永远呢 忍入精进 昼夜精进 善根精进 所以他呢 比米勒菩萨功德力更高 所以贤结第四尊佛 所以可见呢 精进跟不精进 还是有差的 对不对 人家不念普贤心愿品 你愿意念 你还是有精进的功德力的 那释迦牟尼佛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功德就是观佛 我现在讲观佛三昧 他看到他的定光古佛 有一天呢没有讲经 两三天都不见了 就他很想念他的老师 然后他就看 他的老师原来在山洞里打坐 非常的庄严 他非常想念老师 就到了山洞呢 他不敢吵老师 他就在那边 看着老师 河掌这样看 再越看越看就变精进独立了 一直搅站着 然后就唱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净见 一切无有如佛者 他就唱这个寂宋 唱七天七夜 因为他这样子一念的精进独立 还有唱颂观佛的功德 所以一念顿钞 九十一节 各位今天晚上回家 睡觉前试试看 金基独立 站站看啊 看你的心能不能定啊 心平衡的人他比较容易定 但你心不平衡的 比较难定 第二个是呢 他赞叹佛的功德 那这首寂宋 其实你们也念过 你们是拜灿的时候 呱啦呱啦呱啦 赶快念 所以你也没有用心去观想 所以你生不起这么大的功德 你只是结个善缘而已 可是释迦牟尼佛光这个寂宋 他念了七天七夜 不眠不休 他就入了真正大乘的念佛观佛三昧的功德 所以他一念顿钞九十一节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供养新加坡联友 就是不要去再比数字 有时候我讲经也会教你念三千遍 五千遍一万遍 那是对呢混得很凶个人而说的 那假如你已经是很精进的老菩萨 你要想 我这么精进 我念了那么多 那我的效果如何 真正念佛念得好的话 我告诉你 早上一个小时的念佛 他一天心都很精进 走到哪里 他的心都很精进的 外面听MRT 对不对 那个地铁的声音 他就觉得呱啦呱啦的声音 就像梦一样 他不会生起 哎呦好吵喔 他孙子好吵喔 好烦喔 他没有这些念头 知道吗 所以真正念佛有力量的时候 他的效果升起的时候 念佛不是叫无量觉吗 所以他走到哪里的时候 心静如止水 他真正是在大乘念佛三昧当中 别人跟他讲话 他当然知道 但是呢 他的心是很清静的 因为为什么呢 所有外面的东西啊 就像一场梦一样 要从这里去下功夫 要从这里去反省 或检查自己 念佛我念了很多 很好 但是我产生的效果是如何 再看下面第三 第十行 第十页第十一行 法华经第二品方便品 有一个很独特的风格 请背起来 设三成法为一称佛法 英文呢 我念一下 combining with the three approaches 三称有时候英文里面翻 three paths 复述 into 一称法 叫做the only one path of the buddhahood 所以我用协体字 就是说佛讲身文 圆诀 跟菩萨 三成法 事实上这是方便说 当然有些弟子 这个主题很重要 我先讲重点就可以 后面碰到经文 我还会详细讲 有些弟子他过去 可能在过去 加设佛的时候 他就是出家人 他就喜欢修禅观 就修四念处 所以他是多生多结的 所以他到下面一尊佛 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 他就喜欢四念处 其他他就不喜欢 有些弟子在过去 燃灯佛的时候 你就听过金刚经 所以你很喜欢金刚经 你非常喜欢金刚经 所以一直到现在 你都很喜欢金刚经 有些灵友 在过去燃灯佛做下的时候 就听过什么 华严经 普贤心愿品 所以他生生世世 都修普贤心愿品 有些在释迦牟尼佛 跟多宝佛做下 就听过妙法莲华经 所以他就生生世世 都修妙法莲华经 所以简单的我要讲的 重点是什么呢 身文 原觉跟菩萨 是你多生多结的习性 这个都是正法 但是那是佛 因为你的根性 而教你不同的 举一个例子 现在小学生里面 有读数学 刚开始呢 一定学一加一等于二 接下来呢 九九乘表 二一得二 二二得四 对不对 再来加减乘除算 最后呢 再算呢 很高级的数学 最后到大学的时候 才可能才学到 几何学或维基分啊 数学老师 绝对很少对小朋友 一开始就教几何学的 除非他是 非常聪明的 自负优异儿童 或天才儿童 那可能呢 从佛教轮回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过去就是数学的教授啊 所以同样的三乘法是佛的正法 但是他不是究竟的 真正呢 告诉你什么方法可以成佛 那才叫一佛乘法 从这个角度说 注意听 念佛法门 阿弥陀佛法门 就是一称佛法 世心是佛 世心做佛 真正阿弥陀佛是一称佛 当然你念释迦牟尼佛可不可以 也是一称佛 你念东方药师佛 也是一称佛 那你要跟我师父开罐 师父 那我念观世音菩萨的咧 也是一称佛 为什么呢 观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 叫过去正法明如来 他是道价慈航世线的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念观音文殊菩 地藏弥勒 这五个菩萨也是一称佛 所以告诉你说三称佛很重要 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讲经是第几层楼 对 你上来的时候有两个方法吧 起码有两个方法 当然你要用爬玻璃的话 那就不算 第一个起码你是爬楼梯 第一楼要爬到二 爬到三 鞋子放下来 然后找到位置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有些老菩萨呢 比较不方便 这边也有电梯 对不对 全部告诉你老菩萨 快点慢慢走 走到以后呢 按一个 进去 三楼就出来了 现在你会 你想想看 五十年前 你叫人家进电梯 他说不要 好可怕 按一下他就开了 然后进去以后 就会上去 他会被吓到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了解 听懂吗 用这个比喻就是讲 一乘法也是这样 一乘法像坐电梯 你必须要对他有很强的信心 现在呢很多人 政府主屋 新加坡还好 只要五层楼以上的都有电梯 我们台湾四层楼有些没有电梯 那老菩萨就很可怜啊 每天爬那楼梯啊 爬完又回到家呢 就爬枕头山的 就睡觉了 因为太累了 所以可见 我们讲堂在三层 对不起我要中断吗 不用啊 要的话你通知我 就是说你讲堂在三层 这个就代表一二三 你第一层有些人是来拜佛的 烧个香就走了 第二层是办公室 有些人是来借书的 有些人是来想做消灾牌会 或者点灯做功德的 第三层 你们今天通通都爬第三层 为什么 是来听妙法莲华经 方便品第二品的 所以可见你看 三层法都重要 你不可以说 好我们只要三层 那怎么办 第一层跟第二层打掉吗 对不起 我可没有功德力 要把你做在大宝莲花上面 那只好什么 叫消防队 每一个都掉在天空上面 小朋友的摇摇椅 所以可见第三层虽然一秤法 但是它还是要有第一层 跟第二层的基础 所以答案是什么 菩萨跟佛一二三层 他都了解 但是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要到第三层 来听最好的佛经 这叫做摄三层法 尽一秤法 这样听懂吗 这个比喻很不错 好接下来再看 所以祭宋说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秤法 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 说佛智慧故 好到这里一段 或许你有说读佛经 有些标点符号断句不一样 不过我断的是一偶艺大师的法华经冠科 民国时代 已经往生的妙境老和尚叫对的 所以应该断到这里 祭宋虽然是可能四句一句 但听好 有些祭宋有六句 或七句是一句 这个祭宋我有个要求 今天晚上睡觉前念七遍 再睡觉 把它背起来 这是整个第二章方便品全部的精华 就在这首寄送 我简单的说 白话翻译笔一遍 佛讲妙法莲华经说 我讲着甚深的无上为妙的佛法 不单单是我释迦摩尼佛说 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 都会对弟子因缘成熟的时候讲 妙法莲华经 事实上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 不管教四念处 六波罗蜜 十二因缘 或教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六度 十地 乃至于南传北传 藏传所有的佛教 通通的教义就是教一个 教什么呢 一遍法 教你怎么样了悟自己的心 而成佛 我再讲一遍 教你怎么样了悟到自己的心 而成佛 或许在座很多联友 你希望 哎呀 师父你讲的太深了 我听不太懂 我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吗 哪受成佛管他的 我就一直念吗 问题是你要念对 还不对呀 当然 你也可以到了极乐世界 请阿弥陀佛为你讲妙法莲华经 那你会更高开悟 可是你要知道佛开无量无边的法门 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你的心也是佛 但这一点对大家来讲 你会觉得不太能接受 你说我可能是佛呢 对不对 我是又不读书的啦 我又什么都不懂啊 我只会做工啊 我就是一个老菩萨 什么都不懂 那你太小看自己了 当然不是要你很骄傲 可是要告诉你说 我也有佛性 我虽然很苦 我虽然没有智慧 但是我会成佛 这个你要生起这样坚定的信心 这叫唯有一称法 至于怎么样了悟你的自心 有很多很多的法门 无二一无三 二无二成法 身文与原觉 无三成法 三成呢是身文原觉跟菩萨 除了佛 善巧方便说了很多很多的经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佛讲实善业道经 这是很好 但是以成佛来讲 当然要修实善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实善业道经 从法华经的角度来看 那是方便说 什么叫方便说 不是不重要 而是为了要这些众生 将来生到天上 或来生去做人的人 佛为他讲五戒十善 佛在世讲经说法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佛 有些人他很苦 就希望说佛陀 你告诉我一个方法 我可以消灾免难 有些人会说佛陀 你告诉我一个方法 我希望我能够健康长寿 有人说佛陀 我觉得人间太脏了 太臭了 我很喜欢升天 将来告诉我 怎么升到天上 佛就为他说升天的法门 有人会觉得说 哎呀佛陀 我不要继续轮回 我想出六道轮回 我想成为阿罗汉 那佛就教他阿罗的汉方法 那有些比较有大乘 根性的人佛说 佛我知道你是多生多劫 修行才成佛的 我想要学菩萨道 你教我怎么做菩萨摩赫萨 我希望修到像在座你的 与会大众的文书 菩萨贤观音地藏将大菩萨 你看菩萨多好 这个大宝莲花 十方佛国土 大地六边真洞 哎 怎么来就怎么去 嘿 我要这样 那佛呢 就会为他说 大乘的菩萨道 同样的 佛只有遇到有真正说 佛陀 你可不可以教我 我真正想成佛 像你一样 那佛就会讲成佛的法门 所以佛讲经 是对众生不同的需求 而讲不同的经论的 所以全部都是佛的说 说法 但是这里面有分 方便说跟究竟说 所以佛讲说 二乘法跟三乘法 事实上是佛的方便说 告语苏你修四念处 不静观 白骨观 那个很重要 调伏你的贪嗔痴的烦恼 但有个还是方便说 所以究竟说是什么 你要认识你的心真正是有佛性 你相信自己有佛的功德 接下来你修持的方法 很殊胜的时候 你就会展现佛的功德 但是一般对很多的言友来讲 会比较难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虽然知道说 好 师父我听完你的经 我知道我有佛性 虽然呢 我很笨啊 没有智慧 但是佛陀也说 我有成佛的可能性 但是问题是 佛的功德 你没办法升起 比如佛身心很清净啊 我们的身心就很多烦恼啊 对不对 佛身上呢 可以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我们在新加坡 对不对 半天很热不洗澡就很臭啊 那时候我们的业跟烦恼还没有改啊 所以你虽然知道你会成佛 可是你要经过无量无边的阿僧集结 很认真的去忏悔业障 去修福修会 去做义工 然后去诵经 去参加禅作班 然后呢 听经文法 他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德的时候 你成佛的功德才能会显现 再看下面 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 说佛智慧故 所以佛就会用很多很多经文的名字 然后来呢 方便说法 引导很多很多的众生 比如说有些众生不孝顺父母 佛就为他讲 父母恩重难报经 对不对 佛呢 为有些众生呢 不守五戒十善 他就跟他讲佛说十善业道经 这些都是引导众生 但最后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说成佛的智慧 那成佛的智慧 佛就在法华经里面就讲的特别详细 好再看一下幻灯片 这个佛塔 我用这张照片就是告诉你 唯有一佛乘 佛塔他绕很多 可是他是同一个方向的 中间这个大的代表一佛乘 佛塔有佛塔的功德 你可以点灯点虾 供香花灯果竹 你也可以绕着佛塔走 那你在绕佛塔的时候要发愿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那就是一佛称的法 你发愿一切的众生将来都愿意成佛 这就变成一佛称的佛法 好接下来再看第十页第十七行 科判 在偶一大师的科判里面呢 法华经贯科里面呢 秉二 广开三显一 广开就是详细的说明三称法设为一称法 那最详细的就是第二品 方便品第二章 可是这个只是简单说 若你还有兴趣 我讲完经以后 请你去读下面几章 就从第三章到第九章 请看科判 丁一 法说周 丁二 辟说周 丁三 因缘周 请看幻灯片 佛为了讲这个一称佛法很殊胜啊 他要用三个方法来说 第一个 苦口婆心的讲佛法给你听 这叫法说周 周是就是周片的意思 就在第三品 叫辟育品里面讲的很详细 接下来呢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呢 佛还用更多更多的这个辟育 比方说信节品第四 各位可以看第十一页第二行 信节品第四 然后药草辟育品第五 受祭品第六 这个就是以辟育说 甚至佛也亲自为 身文成阿罗汉受祭 这一点是很了不起 注意受祭只有佛可以做 一般人是不可以给你受祭的 连菩萨都不可以 只有佛 八项成道的成佛 他才可以帮你受祭 受祭的时候告诉你 什么时候你会成佛 比方说举个例子 释迦摩尼佛在第一个阿森奇节 功德成就的时候 遇到了燃灯佛为他受祭 在《金刚经》里面有讲 告诉他 经过无量阿森奇节以后 你会成佛 你叫做某某佛 南摩释迦摩尼如来 第二你的佛国土是什么样子 你度的众生是如何 你有正法相法末法如何 这个只有佛能为你受祭 所以听好 受祭是绝对真的 不像现在有些叫预言 还会变 受祭不等于预言 受祭是佛一 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果报 观察你 你一定会成佛 那假如你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话 那我告诉你 阿弥陀佛会为你受祭 举一个例子 阿弥陀佛他因地里是叫法藏比丘 他的老师叫什么 世间自在王如来 大家都很熟 新加坡联友很熟 无量寿经 他为他的老师 发了四十八大愿 世间自在王如来 就为他受祭 说法藏比丘 经过无量节 你会在西方成立 叫做西方极乐净土 你成佛的时候 叫南摩阿弥陀佛 所以我也发愿 将来我会请阿弥陀佛为我受祭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受祭的名字 对不对 所以受祭是很殊胜很殊胜的 一般呢 佛只为菩萨受祭 可是《妙法莲华经》很特别 佛也为什么呢 射立佛 须菩提 须弥陀佛 须弥陀佛 对不起 就是射立佛 须菩提 阿南尊者 甚至讲经说法第一的 很多很多的声文弟子 他都为他受祭 这是以前佛从来都没有做过的 所以为什么说法华经是很殊胜的 这个叫做受祭品第六 各位可以看 第三个 因缘周 就是用过去 现在未来 用什么呢 化成辟育品 第七 来比喻说 所有的正阿罗汉 跟声文 跟原诀 就好像是 大学毕业而已 他还没有正式究竟成佛 将来他可能还要读硕士 还要读博士 所以就好像一个化成碧鱼一样 因为呢 有些阿罗汉 他一听到佛说呢 哎呀 要成佛要很久很久 他就觉得很累了 举一个例子 加设尊者 亲自在法华经里面就有讲 佛呢 还没有讲受祭品之前 他就不太高兴 他坐在那边 他每天就观啊 苦空无常无我 这么多的大菩萨啊 对不对 飞来飞去啊 他对他觉得都没什么 他不喜欢 然后呢 佛呢 讲了哪一个佛菩萨的功德 东方有要识净土 西方阿弥陀佛净土 他学东西跟他都没有关 换句话说 加设尊者自己就曾经忏悔说啊 我对啊 大乘菩萨道啊 进佛国土啊 还有那些菩萨的神通啊 跟广度众生 我都没有兴趣 我就每天哭作 一切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 所以在法华会上呢 佛是呵斥他的 直到呢 佛的第一个弟子 摄利佛尊者 站起来被佛呢 授记了以后 哎呀 加设尊者就非常非常高兴 他高兴到呢 说我从来都没想到 摄利佛可以成佛的啊 那假如摄利佛可以成佛 那我应该也有希望吧 对不对 那阿南尊者也站起来了 对 佛我是你的侍者 甚至呢 那连佛的儿子叫做 罗侯罗 对不对 也站起来说 那佛啊 你怎么为我没有授记呢 佛就一个一个为五百神文弟子授记 到最后呢 有一个人吃醋了 耶稣陀罗 就他太太 坐在那边 佛都永远想到他们 佛就永远忘记我 当他动一个念头的时候 佛就说 耶稣陀罗啊 你过来吧 他为五百的比丘尼啊 一起授记 这次他就发 我也会成佛啊 这样子 所以可见 成佛是很不容易的 当佛为你正式授记成佛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生生世世就不会退转 所以授记品是非常殊胜的 接下来丁三周元品里面呢 周元品是从第七章到第九章 各位回去看 最重要的是化成辟喻品 所以佛就用辟喻品 还有性结品 药草辟喻品 对不起 佛用方便品 辟喻品 跟化成喻品 二三七 这三个主要的周结 其他当然也有关系 从第二章到第九章 通通来介绍什么呢 设三称法为一称法 好 我讲快一点 请看下面 修行的目标跟结果 那很清楚 就是要证得大成的法华三昧 念佛三昧你若成就的时候 你若以念佛三昧的功德 念妙法莲华经 你就会成就法华三昧 你若以念佛的功夫 来念普贤行愿品 将来你就会证华言三昧 最后就会圆成无上的佛道 好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再讲一个段落 这次讲座呢 我会有介绍九个主题 请看一下 一 尼泊尔 尼泊尼的朝圣短片 每隔两天 我就会放一次给大家看 那从这次新加坡 红法玩回到台湾 你不要急 一个礼拜我就可以上网 你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看你第一页的讲义 就有商业经社的网站 全部人都可以download 没有版权的 第二个会介绍 从二帝的角度 十一页第十四行 从二帝的角度 说明佛的智慧是广大无边的 特别是讲的 如是因 如是圆 如是果 如是本末究竟 有实如是 这是很重要的 法华经方便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英文如是叫做 Tenth Suchness 那我会正式介绍 什么叫世俗地 跟圣意地 用花做比喻 请看一下 半灯片 倫比尼 很漂亮 这张是我拍的 这张照片呢 是依印度 散起佛塔 大称散起佛塔的造型 很不幸呢 这个佛塔上面 雕了很多的石雕 现在通通被英国人 搬到大英博物馆的 那所有的石雕 都是以佛的本身经 因为有1500多年 所以现在放在大英博物馆 我去过 大概有我们现在 讲堂呢 这样子的五倍大 全部都是佛陀的石雕 非常非常的赞叹 好 如果有机会 你去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不要忘了要去看佛陀的石雕 那日本人就是依这个 印度散起佛塔的造型 而建的这个白色的世界和平佛塔 那我们也有一群的联友去朝圣的 这张照片比较暗一点 好 接下来再看佛头的智慧广大无边 假如你有机会去韩国 不要忘了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叫石窟庵 石窟庵的释迦摩尼佛 我没有去过 但我看过DVD跟幻灯片 非常漂亮 它是照在一个山洞里面 冬天 冬至那一天 太阳光一照的时候 第一眼就照在佛的脸上 有点像埃及金字塔 有没有 太阳光一照的时候 整个金字塔都是亮的 同样它这个建筑结构 是以大成建筑的 是非常韩国的国宝 释迦摩尼佛 全部是用石雕雕的 然后在冬至的那一天 第一道金光 照到这个寺庙的时候 就照到佛的脸上 然后佛的整个身上 看起来就像金色的 然后整个旁边 有僧文跟菩萨咒 它是圆形的 所以整个房间里面 都是金色的光芒 所以在韩国石窟庵里面 冬至的那一天 他们有最殊胜的法会 就是全部要参加 这个詹礼 这个释迦摩尼佛 我用这张图示告诉你 佛的智慧是广大无边的 所以当你读到佛经不懂的地方 你不要难过 你也有佛性 但是不要乱批评 因为佛不是只有度人 佛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水中跳的 你最怕的鬼 幽冥界众生 佛都通通都能度的 所以佛的智慧是广大无边的 好 第三个 请看 第十一页 第十七行 设立佛三次请法 可是被佛拒绝的两次 最后佛才慈悲的允许 而且在允许之前 突然与会大众呢 有五千个人啊 佛叫真上慢的人 就是太骄傲的人 这个人呢 生生世世啊 都是呢 贪嗔痴慢疑的慢 pride 就是这个焦慢啊 障毙了他的心 所以呢 他就退席了 请看幻灯片 佛 这是西藏的壁画 在方便品后面的寄送里 佛有说他成佛的时候 他本来是不想讲经的 他看到云云的众生 都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 那他证悟的元喜信空啊 是非常非常的深的 众生是体会不到的 他也说他很想入涅槃 他就离开人间 可是啊 这时候看这张幻灯片 有第四天跟大范天王 左下角一个拿法轮 右下角拿一个白的法罗 就是两个人 就是第四天跟大范天王 这是西藏的壁画 然后亲自从天上来 无量无边的天人 拿着香花灯果竹 跟船帮宝盖 来请释迦摩尼佛讲经 这时候佛啊 才升起了大悲心说 哎呀 因为大范天王 曾经提醒说 善哉释迦文啊 释迦如来 你不要忘了你过去的愿力啊 你曾经要救度众生 你现在已经成佛了 虽然众生很苦 听不懂你讲的佛法 但是你还是慈悲 慢慢的教导我们吧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 悲心就升起 他就愿意 这时候在方便品第二 后面经文说 十方佛就现前了 同时为他放光 那金刚圣里面呢 就说十方佛同时为佛放光的时候 同时为他灌顶 然后佛呢 就开始才讲经说法 佛在禅定当中 用二十一天讲 大方广佛华严经 可是那个时候啊 一般的人啊 看啊 就是佛坐在树下 什么事都没做 可是大菩萨是看到呢 重重无尽的报生佛 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啊 都有很多大菩萨来请法 可是凡夫的人看不到 佛讲完了以后 才开始讲阿含经 就初转法轮度五比丘 所以可见众生的境界不同 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请看第五个 十二页第五行 那佛出现于这世间做什么呢 一大事因缘 你旁边可以写四个字 生老病死 佛出现这个世间 这一大事因缘 听好有很多解释 最简单的是什么 解决你生老病死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轮回 每一个人都会受苦 你想想看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学佛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精进上佛学班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人家去看电影去逛街 我们去来共修来学习佛法 我想虽然每一个答案不一样 可是起码你有一个答案就是 你觉得轮回很苦 你真的想要解脱生老病死 这就是佛一大事因缘的最简单解释 佛出现这个世间是要解决其他宗教 其他哲学或其他知识不能解决的东西 世间也有艺术也有心理学 假如其他东西可以解决的话 佛他不会出世间 佛法华经理方便品就说 佛出现世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什么 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简单的最低标准 你要先解决你的身老病死 那身老病死怎么解决 先解决你的身口意 身口意怎么解决 先让你的身口意不要那么不清净 你以前身口意很肮脏的 现在学习佛法以后更清净的 你以前很自私的 现在更慈悲了 你以前混得很凶很懒惰的 现在更精净的 这样你的身口意就会再精净跟进步 这就是我们要用功的地方 接下来佛会讲 开示误入佛之佛见 四种之见后面会说 第六个就是三称方法与一称真实 刚才讲过 好 请看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就是佛了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世间 你看 多少的天人跟菩萨对着佛礼拜 乃至于第四天 玉皇大帝 所有的天人都对佛礼拜 为什么 因为佛已经解脱了 正式成佛了 可是不管在欲界三十三天 所有一切的天人 他还在轮回受苦 他虽然在天上很有福报 可是他还是在轮回当中 所以他才会向佛 齐请讲经说法 这就是佛出现一大式因缘 接下来佛讲三称方便跟一称真实 这张幻灯片我放过 是香港大雨山宝连禅寺的大殿 可以讲佛讲法华会上佛菩萨的照片 也可以讲般若会上佛菩萨 事实上这张照片本来是讲 般若会上佛菩萨 但是当佛讲法华经的时候 第四天跟大半天王 跟无量的天人 也来听佛讲法华经 然后佛讲完法华经以后 佛就讲涅槃经 然后佛就入灭了 入灭以后火化就有佛的设例子 好接下来再看第七 五卓二世当中的三称说法 与二臣圣人的善巧就度 刚才说声闻圆觉菩萨 就像佛教青年弘法团 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这三层都很重要 所以注意听 听完法华经安乐行品以后 不要说法华经最好 其他东东都不要 那对不起你这样子不善学 其他的经都很重要 但是你要告诉他 修了其他的法门以后 最后要倒归向陈佛的法门 同时在方便品里面 佛也师们说 对声闻跟圆觉 他怎么样善巧的度他 最后第八个 会介绍点灯的功德 跟他的修持 会说佛说功德经 跟唱阿提侠的点灯祈愿文 请看这张 这张是我跟很多的联友 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点的十万盏油灯 是非常殊胜 是台湾很多很多团体 一起点灯的 点灯有他的点灯功德 要常常点灯与发愿 这是西藏喇嘛 在过年为全世界祈求和平的时候 点灯发愿 最后介绍三种念佛 念佛很重要 看英文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 kinds of the contemplation on Buddha's qualities 念佛简单的讲 念什么 念佛的功德 念佛不是指单单念名号 很多人念佛 比如说看孙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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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拿念珠 右边拿一个拐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乖一点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嘴巴念佛很抱歉 你只是比没有骂人好而已 这样生不了功德 念佛是很殊胜的 听好 我出家了二十年 学南传北传藏法 藏传很多很多的法门 但是有一个我永远不会变的 就是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我是绝对求生极乐世界的 而且我想我极乐世界的莲花 应该也是不小朵了吧 我对念佛法门是真正的 我一辈子都没有改过 我虽然也在很多介绍过 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 也讲龙树菩提之良论 我也讲金刚称的经论 但我全部都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因为我跟阿弥陀佛 跟西方三圣是真的很有缘 所以念佛是真的很殊胜很殊胜 但是我常常听到 念佛就是死亡佛教 什么叫念佛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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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烧一烧 对不对 赶紧散 师父啊 我给你自己赶紧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觉得这个太把 偉大的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啊 变成这么小 太可惜了 很多的老菩萨喜欢念佛 很好 但我要提醒你 你只是嘴巴念佛 你有没有想你的心像不像佛 你的行为像不像佛 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你像不像佛 这个就是你还不够努力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念佛 忘不了子孙 忘不了名利 忘不了财产 忘不了这个功德 所以你觉得你嘴巴说念佛 所以以前啊 憨山大师呢 就嘲笑念佛的人啊 口念弥陀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啊 不过听好 不要乱用这种话 他是指真正念佛的人念了 可是他只是在嘴巴上面念佛 心却被没有思念佛的功德 所以变成口念弥陀心很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很可惜 这个是讽刺呢 那种不懂教理的人 念佛的人 但没有说念佛法门不好 念佛法门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士四十八大院 念佛的确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各位老菩萨 我希望能帮助你的是什么 继续念你的佛 但是希望你念佛的功夫啊 更好一点 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啊 你的莲花会更大多一点 这才是我讲这个讲座的主要目的 你不要听完以后 哎呀那个师父啊 他不念佛的 错我念阿弥陀佛 知道吗 他有方法的 所以第一个观想念佛 念佛的什么呢 Buddha the image of visualization 所以我有个建议 从明天开始 请你们带一串念珠来 我不知道哪一天才会讲到念佛 或是随时教哈 带一串一百零八颗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 大颗小颗的 明天带来 然后呢我一天教一种念佛 我带你念佛 你才知道什么叫观想念佛 好不好 可以吗 好好记得 从明天要带来哈 哈哈哈 嗯 因为他有很多方法 我会教 然后你一起念 然后你有问题 你也可以问我 这样子的话 你念佛才会进步 不然呢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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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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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阿弥陀佛 我念这么久 我怎么都没看到你啊 对不对 你就很多问题出现了 当然这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你要听经文法 当然新加坡有非常非常多的法师 大串法师弘扬念佛法门 我非常的赞叹 我不是说他们错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 念佛不单只是念名字而已 他要想佛的功德 第二个 持名念佛 contemplation on the recitation of the Buddha's holy name 的确念阿弥陀佛 假如你气力不太好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不想也可以 但它有方法 第三个 唯心念佛 我不拿念诸 我坐在这里 我心中也可以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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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不动的 但他心念 而且没念呢 他力量都非常的大 这个是我想说的 OK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 几张照片 看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 先 欢喜介绍一下 这次讲究要什么 这样的话 欢喜你每天都来 念佛法门很广 西藏佛教也忠实念佛 请看 观想念佛 第一个念的是 报生佛 中间是阿弥陀佛的 叫长寿佛 我们中国人讲 阿弥陀佛是叫化身佛 佛有法身 报身跟化身 法身像金刚经讲 无来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是看不到形象 报生佛是这里 是红色的 他有八万四千 随形好 他的身体是比新加坡 比地球还大的 那只有大菩萨 出地欢喜地菩萨 才看得到 在藏传佛教叫长寿佛 所以西藏佛教里面 长寿佛跟阿弥陀佛的 咒语有一点点不同 第二个看 观想念佛 连持海会佛 这张图是按照 观无量寿佛经而画的 注意阿弥陀佛是坐着 不是站的 坐代表禅定像 所以止观很重要 你不是想念佛三昧吗 三昧就是大乘的禅定啊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大师智 接下来看西藏佛教 观想念佛里面 有极乐净土跟八大菩萨 听好 念八大菩萨 不单单是念《药师经》 灵命中的时候 西方极乐净土 也会有八大菩萨来接引你 假如你发愿 每天是回向求生 药师净土 我的讲座里面是 回向阿弥陀佛净土的 那你呢 每天念呢 回向的时候 灵命中的时候 除了那个佛国土的 佛会现前 有八个菩萨也来互念你 所以他会有神通 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看到你每一天 你都在念什么发愿文 所以你要去西方 他就送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去东方 要是净土 你就叫东方要是净土 你如果是法华 会上佛菩萨的净土 他就送你去 所以佛菩萨是有神通的 他看你过去 现在未来的 所以他不会送错的 那当然现在台湾呢 安宁寥固的一个主题里面说 临终的时候 不一定帮人家念阿弥陀佛 可以 但是你的心要想 我就是往这个地方去 就像你念观音菩萨 或六次大明咒 可是我心里 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观音菩萨 不会把你送错的 知道吗 了解教理很重要 所以八大菩萨 可以送你去十方的佛国土 这是观想念佛 接下来看 十明念佛 台湾道政法师 他已经往生了 画的这个西方兼影阿弥陀佛 非常的庄严 这张佛像也在新加坡流通 但是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是化身佛 当然他也按照 光无量佛佛金 画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是金色的 非常庄严 可是这是站着的 接引的化身佛 再看 这是善导大师画的 持明念佛后 以后你临终阿弥陀佛 跟临终二十五位菩萨来接你 那在下右下角 有一个出家人 他就是上品上身 往生极乐世界 第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拿金色的莲花来接他 第二个拿散盖的是 大势至菩萨 有看到阿弥陀佛的背后吗 有一个光头的 那就是什么 地藏王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用担心 那光头的后面两个 有一个光头的呢 那是阿难尊者 是僧文臣 所以有二十五位菩萨 他有二十五位菩萨的名字 接下来唯心念佛 请看 这是藏传的一个探卡 你的心开始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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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自信弥陀就显现了 就像彩虹一般 中间的阿弥陀佛就显现了 而且一尊佛 可以变旁边一圈 无量无边的光中化佛 知道吗 所以念佛方法是很殊胜的 不是嘴巴光光念而已 它有很多道理的 接下来再看 假如你看阿弥陀佛 你训练得很好 在做梦的时候 或是在禅定当中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但阿弥陀佛会现前 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 三十五佛 你常常拜八十八佛忏悔文 里面的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也会出现的 就像现在的幻灯片 像一圈一圈的 它都会充忠出现的 所有的诸佛 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不会说 小子不要念阿弥陀佛 你忘了念我 那是你自己的凡夫的凡夫见 法花经营第二评讲 佛之佛见 佛与佛之间都是无我的 佛是要帮助众生 你在哪个地方开悟 祂就会送你去那个世界的 所以为什么十方有无量的佛国土 就像新加坡有很多所大学 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大学 有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伦敦大学 耶鲁大学 不是只有一尊大学 了解吗 所以真正可以告诉你 假如念佛功夫分为上中下的话 上等的功夫的人 不但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外 十方的佛统统都会现前的 好 最后第六个 请看第十二页 第十九行 希望这次演讲能够奉献呢 有很多 法花经第二评呢 我做了中英的科判 所以今天回家有一个作业 请你从第十三页到二十九页 先预习一样 老菩萨看不懂英文没关系 你看你就看看 你若读过法华经第二品的人 你就可以看到 我会花一点点时间介绍这个科判的重点 才会正式进入经文 所以希望你先能够预习一下 好 最后 看幻灯片 商业经社我常常勉励我的学生 发菩提心 行仆大道 修建业三福要求生极乐世界 但是你要同共发心 永不退心 同共发心出自于地藏经 大乘佛法很兴盛 像新加坡现在佛法很兴盛 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要一起发心的 就像奖金也要很多很多的人 你知道吗 这次非常感谢佛教青年红法团的主席 还有秘书长 还有红法部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发心 这个我也不会 那个也不做 这个也不学 那个也不发心做 那佛教就灭亡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发心 我做一点点 做一点 做一点 那同共发心 你就会积很大的功德 最后也要鼓励你 在菩提道上是会有考验的 就算你念佛 就算中法华经 业力也会现前的 碰到困难的时候 要永不退心 这样子 你现在中 注意听 这一段我没有讲过 在海音古诗我们也讲过 你现在中永不退心的因 将来往生的时候 才是阿皮拔治 不动地 永不退转的果 我再讲一遍 你现在碰到很多困难 你都求佛菩萨 我永远不要退心 再怎么困难 我都要熬下去 对不对 就像你遇到恶业线前 我永远不放弃我的菩提心 我永远要做佛教徒 我永远呢 不放弃我对三宝的信心 虽然你跌倒了 爬起来 跌倒了 爬起来 夜更烦恼 但是有一个不同的是 你永远在中 永不退心的因 将来莲花化身的时候 你才会有永不退心 阿皮拔治的果 不然这个才叫 符合因缘果 知道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新加坡的 所有的莲友 在家出家 要同共发心 要和合 要团结 不要分等判 不要分是非 因为人呢 都不是完美的 不要去看人家的缺点 也不要去讲人的是非 你要同共发心 他讲他的 我真的的做 将来随去极乐世界 那才是真的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